下面是网络同修 他提的问题 第一个 请问老法师 忍耐的真实含义 他底下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 是否与逆境 都是因为顺从才叫忍耐 第二个 他请问相悦与忍耐的差别在哪里 第三个 应用何种心态才能达到忍耐的境界 佛法里面讲忍如波罗尼 忍如是要用清净心 是要用真诚心 还用感恩的心 你才能修这个功课 这是菩萨六门功课里面的一门 不是一昧顺从 一昧顺从 是错误的 要用智慧 该顺从的时候 要顺从 该回避的时候 应该回避 但是 但是 确定是修清净心 这个 忍耐 要不生成晦 开始 是修忍 勉强的人 忍让 功夫成熟之后 就不是忍让 离让 那就进步了 那就进步了 很难受的 很难受的 人是有极限的 到人物所人的时候就爆发了 那很麻烦就大了 所以要懂得 人有限度 一定要不到化解 这就对了 那么真正的含义 人是得定的前方病 你看这个六度的顺序 不是直接忍辱 不忍 你就不能进进 也就是说 你的功力就不能提升 功夫提升的时候 你才能得三位 禅定是三位 定功 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开始回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刘居士 霸宅 寒窗都能言 他有相当的定功 把你用心在一步境上 忘念少啊 齐心动念地想到了眼睛上了 所以这些鬼神 知道他有这个能力 来求他 他没有这个能力 不找他 这个要知道 道场也是如此 这个道场真正有道 鬼神来找你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 在台湾 这个这个 华藏图书馆 韩馆长啊 他在管理 常常鬼神找他了 最明显的 是有一年过年 大年初一 早晨起来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鬼打来的 秋朝都 声音非常凄惨 那大年初一 你说这是糟糕糕了 你忌讳这个事情啊 所以他就很生气 管长很生气 他的儿子接着听 高贵民接着听 听的时候告诉他妈妈 他这个事情 真的不是假的 他这个小孩的时候 是小孩 不是大人 声音非常凄惨 秋朝都 这电话放下了 到图书馆来 一到图书馆来的时候 有个童修 带来一个 一个妇女 真的 那秋朝都 滚着你一下 就一惊 他就问他说 是不是女孩 他说是的 好像是个小孩 十一二岁的 没错 被车货 压死 你看看 所以观众他就问我了 我说这个只有 只有你做主 他怎么能 叫别人做主 别人 电话打给别人 没用处 只有找你 特别给他 做一趟佛寺朝都 大年初一 本来我们过年 绝对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这是一段事情 第二段事情 这是我明显 我清楚的 这事情很多 这个非常 这个罕见的例子 我就记得印象深刻 我们到中国大陆旅行 在长春 住在这个旅馆里面 我们晚上睡觉都很舒服 一点事都没有 他一晚没睡好觉 第二天 要搬家 这个旅馆不能住 怎么的 不干净 我说很干净 那也不干净 鬼很多 他晚上做噩梦 受到干扰 很多很多的鬼 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断手的 断绝的 没有头的 我就知道了 战争里面 受到了苦难 而我们都都没有 就他 他一个人 他就问 他为什么着我 我说 一定是请你 做超度 你回到台湾去 之后的时候 给他们列排位 做一趟夫子 专门超度 求他来点 他不找别人 他不找我 要找我 我要想 这个 这个 让他做一趟法事 他不会答应的 所以就找他自己 他想修 所以道场 真正有修行人 我们这个奖金道场 这么多人在一起修行 念佛堂这么多人 只要有一两个 真真诚心 就会有感应 所以我们对于 每一个同修 都要尊重 那个真正修行人 真真正是 这个有道行的人 在我们的 常常的时候 肉圆繁复 不认识 往往清漫了 那寄功和佛 他当年 在庙里头 没人瞧得起他 烽火上 烽电电的 静山和佛 在静山寺也是如此 谁瞧得起来 真有道合 真人不露相 无意当中得罪的时候 自己罪业很重 他不会怪你的 他若无其事 可是自己则罪业 明里的人 对于任何一个人 都谦虚 都恭敬 他给你中福了 确确实实 即生后福 都在一年之间 都在一年之间 明里的人 你还要好好地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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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